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有几个问题 先问一下吴先生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经营淘宝网店的 09年 当时主要是卖什么 当时主要卖电话费 后来到10年应该是卖的那些 我现在跟吴先生拿货的这个东西 一些运动品牌 对 运动品牌 那么这个运动品牌的话 你如果是说要经营淘宝店的话 它可能需要一些启动资金 当时这个启动资金是怎么解决的 启动资金是跟家里人要的 跟妈妈要的 是吗 阿姨对这个还有印象是吧 多少钱呀 启动资金 那个是他今天要3万 明天要5万就没输了 因为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嘛 他要我就想法给他 那这还不至于这么困境 因为他不是说几十万 他要就是3万 2万 1万 这么一点一点的要 实际上本金都是从妈妈这边拿的 对吗 对 那这个后来你有偿还过这个本金吗 有偿还过 对 是这个情况属实吗 阿姨 对 是 确实把这个钱还给您了 对 还给我爸也没数法是 当时是不是觉得儿子还是不错 就是年纪轻轻 对 还是不错的 我挺相信他的 考虑通过自己的这个经营 然后赚取一定的这种收益 还能够贴补家用 对 还能够自力更生 当时还在上学是吧 10年的时候就不上了 10年就不上学了 已经毕业了 09年刚开始开淘宝店的时候上学 然后再往后发展就认识了这个吴先生 对吗 对 吴先生他是一个供货商 还是也是一个淘宝店家 供货商 那你们是在线下这个认识的是吗 线上 有一个网站叫星星球鞋网吧 然后他发布了一个供货商信息 然后我直接给他打电话 一听他说是那个地方河北大城县嘛 离我们那不远 然后我当天我就过去了 所以说线上我只知道他的联谊方式 然后马上就线下就见面了 线下见面了 你们肯定不是简单聊聊天 肯定要看一看他是不是有存货 是不是有库房 对 看了 主要是看他的商品 对吧 那你当时了解他那个商品情况怎么样 其实没多少商品当时 他那个屋子加起来 商品也就不到五万块钱吧 就特别小的这样一个供货商 又是第一次见面 那你怎么逐渐对他形成了这种信任 因为他那东西虽然特别少 但是他进的东西特别便宜 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摆这么少 但是他说我一个县城 然后本来就阿迪奈克什么的 没多人去买 然后他说他摆的那些东西都是样品 然后假如你要想买的话 我再给你进 不想存货 对 不想存货 你没有进一步再去核实 他比如说是否有这种 授权经销商的这种资质 它是否有这种很正规的进货渠道 这个核实了 当时是有授权经销商的资质 你跟杨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前 你跟吴先生合作了多少次 有印象吗 二三十次吧 每一次交易的金额 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越来越高 然后最高的到多少 十多万块钱 十多万块钱 他都能正常供货给你吗 对 你订购的产品是什么 鞋 还有衣服 在录制之前 编导提供给我们的几张照片 我看到里面有一些鞋款 是很热门的爆款 对吗 对 甚至说我可以理解为 它是很稀有的款 对吗 对 以我的经验 我也认识朋友去炒鞋 任何一个卖家 不可能保证你的爆款 随时随地地有货源供给你 那为什么你这从来没出现过缺货 延迟交货 不知道 先生我再补充问一下 你之前最多才是十几万 为什么在杨先生介入之后 你们的交易金额一下放大了五倍 在当时你认为这种放大的情形 对于你而言 是块大肥肉 是个很好的挣钱的机会 你怎么理解这个事 我们放大五倍的原因是 首先是两个人一起拿货 它肯定是钱会多一点 然后其次的话就 当时有一款鞋叫银河Roke 那个鞋它很贵 所以说没办法 我知道 我看了 刚才我自己也查了一下 在外国的网站 它也能卖到200多美元 所以说它很贵 所以说当时的话没有办法 只能是拿那么贵的东西 因为像您说的 应该也是感觉是一块肥肉吧 你也认为这是一个盈利的机会 对 那我就问你 当时你跟杨先生 签买卖协议的时候 有人逼你吗 没有 带了这个合同文本了吗 没有 那个没有了 他那个买卖的那个合同 我叫你他也不做那个了 也不干了 我也不知道跟杨先生这些个事呢 我觉得就没事了 我亲自扔的没有了 阿姨 我问一下 您把这些合同扔完了以后 跟你儿子确认过吗 这些东西是没用了吗 没问过他呀 为什么不问他 事是他的事 有没有处理完 他应该比你清楚 为什么你帮他做决定 你去把合同扔了 因为我们那次也是搬家 知道吗 这些个东西没用了 阿姨我想问一下 日常生活当中 我相信不是这一次 你是不是经常帮你的儿子 做决定 对 一些个事吧 是帮他做决定 而且他也出一些个主意 因为他也经验手 妈妈不知道 你和杨先生之间还有纠葛 你自己应该知道 我以为他们不会给我扔这些东西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妈妈给你扔了 刚起诉的时候 那知道以后呢 知道以后也没有办法 我亲自扔的挺厚挺厚的 而且好几本合同 他不是一次的合同 我来问一下先生 这些合同是谁起草的 吴先生起草的 他怎么给你的 打印出来给我的 没有给过你电子版是吗 没有给过我电子版 你也没想过要一份电子版 你还要跟杨先生去签合同呢 你没想要用吗 直接人家给你什么 你就用什么是吗 对 因为打印上好 我就直接跟他签多好 当时我就想 这样最省事 是不是别人把所有的事情 帮您做好了以后 您直接去挣钱 这样在您看来效率比较高 好 好 好